打開蓋子加入調味包跟熱水 過個三分鐘就是一碗熱騰騰的肉燥麵 網友雞推新吃法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肉燥麵跟番茄醬 看起來會很不搭高 不過現在就有網友說 只要你加了兩包的番茄醬 就可能噴出新的滋味 加入番茄醬攪拌 湯頭從清澈變成帶紅色的濃郁湯頭 口感實際找人試吃 很熟悉的味道是肉燥麵 湯比較香 湯會比肉燥麵的味道還會香 因為我覺得感覺它裡面有加一點酸的 不知道什麼香料或是 可能是粉類的東西 但是就是跟一般泡麵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下班 尤其或者是像我下班會運動 這種東西滿適合運動完 它也算滿清爽的 甚至還有網友用意識的番茄湯麵來形容 但評價還不錯 覺得湯頭的層次變多了 而另外一組的搭配也讓人意想不到 把奶油放入平底鍋增加香氣 接著把吐司泡入玉米濃湯 再拿到平底鍋間 兩分鐘後翻麵呈現微焦後 再放上起司 運濃湯煎吐司 味道吃起來到底如何呢 像是已經到麵包店裡面的 披薩的那一種等級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不錯 比較西式的早餐 這個味道是很熟 不管是濃湯加吐司 還是肉臭麵加番茄醬 看起來不搭乾的美食 意外都蹦出新滋味 三星期五 劉秉嘉李慧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